放飞头脑思绪飞扬朋友们好 有这么一位中国僧人 他各方面都很齐 他是个和尚 可是他的师父当中却有一个人是道士 他推动了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变动 过程中造成了不下百万人殒命 他的忠坟称他为中国古今第一齐僧 可是黑坟们却称他为第一妖僧 那请问他是谁呢 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讲讲他的故事 今天的故事开始之前 提醒大家一声 本周的会员节目 英国女王身边的神算子已经上传了 不仅中国帝王身边有能掐会算的高人 西方君主身边也有 英国的一位神算子 不仅算出了伊丽莎白一世的命运 还在五百年前就算出了大英帝国的命运 请大家记得收看哦 公元1385年明洪五十八年 六十四岁的明太祖朱元璋突发奇想 他要为自己的藩王儿子们挑选僧人送经祈福 于是他把全国所有的高僧都请到了首都南京的一所寺院里 然后让自己的儿子们和高僧举行见面会 就有点像现在的大兴相亲活动 只要双方看对了眼就可以把人领走 朱元璋一共有二十六个儿子 除了长子朱镖被封为太子 两个儿子夭折之外 老朱把剩下的二十三个儿子通通都封为藩王 藩的意思就是礼拔屏障 意思是要他们起到保卫边疆拱卫首都的作用 王爷们去封地上任就叫救封 也叫救藩 这张图就是老朱儿子们的分封地 老朱希望手握重兵的儿子们能够捍卫老朱家的天下 同时作为一个父亲 也希望儿子们都能富贵双全 虽然不能个个做太子 但是爹也不亏待你们 好歹你们也是一方豪强 过着荣耀奢华的生活 后来的事实证明 老朱的这两项愿望都落空了 话说藩王们接到老爹的指令后 都急匆匆地赶回了南京 按照指示去挑选自己看对眼的高僧 僧人们聚集在寺院里等待王爷们的到来 僧人们散善两两地窃窃私语 不知道自己会跟随哪一个藩王 去到哪个陌生的地方 唯独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僧人 坐在角落里一声不吭 他的法名叫道眼 在他心里其实早就有了目标 他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 陆陆续续藩王们走进了寺院 和对上眼的高僧攀谈了起来 道眼不管不顾 只是死死地盯住庙门 生怕错过目标 这时在年轻藩王当中 看似比较年长的一位 剑步走了进来 只见他大约二十五岁 身材高大 一副武将的体格 他就是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 燕王朱棣 道眼赶紧赢了上去 两个人打过招呼之后 道眼马上主动提出要跟他走 朱棣有点受宠落惊 反而是他客客气气的说 大师您先别忙做决定 咱们先互相了解了解再说 朱棣说 我的封地在北方防线 常年打仗 日子可不比南方好过哦 朱棣的封地是在北直立 也就是今天北京天津河北一带 面对着女真蒙古 时不时就要和彪悍的 北方草原军队干仗 他想大概没人愿意 跟他去这么个苦哈哈的地方 谁知道道眼向他合了个石 笑眯眯而又小声地说 贫僧愿意随燕王去边关 而且贫僧还要送燕王一份大礼啊 朱棣觉得这个和尚神秘兮兮的 挺有意思 就问了一句 敢问大师 是合大礼啊 道眼平静地说 如果殿下肯让我做您的手下 我会送您一顶白帽子 朱棣一听瞪大了眼睛 但是立刻又反应过来 他轻声地又愤怒地训斥了道眼两句 真是胡言乱语 赶紧扭头就走了 为什么就这么一句话 把朱棣吓成这个样子呢 单字的王 比如齐王蜀王燕王湘王 是亲王或者藩王 两字的王 像什么江川王广通王 一般是郡王 朱棣是燕王 是第一等级的王 王字上再加一个白字 就更上一层楼变成了皇字 意思就是要朱棣当皇帝 当时的太子朱镖 是老朱最favorite的儿子 他是朱元璋和原配 马皇后的第一长子 朱镖不仅为人谦和 处理起朝政 能力也是杠杠的 还经常劝谏朱元璋 不要对大臣过于严厉 是朱元璋和朝臣 都百分之百满意的太子人选 有这么一个模范太子在 朱棣要想超越他 那简直就是做白日梦 那朱棣到底有没有选导演 这个导演又是个什么来历呢 他为什么能够这么铁口直断呢 就让我们细细道来 公元1335年 在江苏无县的一位医生家 一位男婴呱呱坠地 喜德南丁 婴孩儿的父亲很开心 家里世代相传的医术 总算有了继承人了 真是感谢上天了 于是父亲就给他起名叫姚天熙 小天熙从小读书过目不忘 父亲心里美滋滋的 这是学医的好苗子啊 看来这个儿子要清出于蓝 而胜于蓝了 但是让父亲失望的是 儿子在14岁那年 就跑到庙里剔了头 当上了和尚 法名道演 道演入了佛门之后 也是勤奋钻研 禅宗密宗天台宗的典籍 都烂熟于胸 除了钻研佛教经典之外 他也熟读儒家经书 所以当时的佛教高僧和儒家名士 都成了他的好朋友 就连太子珠彪的老师 大儒宋莲都加了他做好友 但是作为一个和尚 道演也很不务正业 他不仅修佛 又去拜了道士 习应真为师 你说作为一个和尚 拜一个道士为师 这是怎么说呢 但他不是去修道 而是去专攻 占星算卦 天文阴阳数数 以及战国其人鬼谷子的学问 最后道演终于成了 学贯古今 精通兵法外交 政治权谋 以及道家奇术党 这么一个和尚 成了类似于诸葛亮一样的 奇才式僧人 可惜取高赫寡 他的同门师兄弟都觉得 他不务正业 是个怪僧 当时有一位 看向奇准的相士 叫袁拱 袁拱曾经在松山寺 遇到道演 惊鸿一瞥当中 袁拱就心中一惊 立刻追着道演 要求给他看向 道演也不推辞 就大大方方的让他看 袁拱是左端详右端详 仔仔细细打量了一番 疑了一声 说 大师 您相貌奇特 我不知道当奖不当奖啊 道演微微笑了一下 说 先生 您淡说无妨 袁拱也不客气就说了 您这长相真奇特 您是一位出家人 但是却长着一双三角眼 身体的形状像一只生病的老虎 可惜您不像别的出家人那样 慈悲为怀 反而是喜好杀戮 是刘炳中一类的人物 刘炳中又是谁呢 他是今末元初的和尚 后来被元世祖忽必烈相中 称为朝中重臣 颇有建树 作为佛门弟子 听到自己喜好杀戮 应该都不开心吧 但是道演听完袁拱的解像之后 却没开眼笑地向元拱合了个石 然后就开心地离去了 话说一转眼 道演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龄 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奇僧了 于是就发生了他在南京 和朱棣对话的那一幕 朱棣回到北平燕王府的同时 北平的庆寿寺也来了一位新住持 他就是道演 朱棣终究还是选了道演 到底是因为朱棣自己就有争地位之心 还是因为他害怕 道演向别人透露这个秘密 得把他收在身边呢 具体原因不得而知 唯一知道的是 自此之后 道演就经常出入燕王府 成了朱棣的心腹之一 但朱棣对自己能当上皇上这件事 从来都很怀疑 他压根就看不到希望 在遇到道演七年之后 太子朱镖病死 朱棣心中才又燃起了希望 以为老爹会把目光投向自己 但是老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爱子的儿子 朱允文做皇太孙 朱棣心都凉凉了 自己的侄子年富力强 自个儿肯定活不过他呀 但是一看道演还是信心十足 只给出了一个答案 您就耐心等吧 朱棣也就只好走一步看一步 公元1398年 朱元璋驾崩 朱允文继位 他就是建文帝 他继位后不久就开始了消翻 就是夺取叔叔们的军权 朱允文一口干掉了五个藩王 流放的流放 贬折的贬折 他的第十二号叔叔湘王 因为不堪受鼓 全家举火自焚 而建文帝消翻的重点打击对象 正是手握重兵的四叔 燕王朱棣 道演听到这个情报 连夜赶到了燕王府 对朱棣说 王爷时机到了 起事吧 虽然说朱棣也想到了 这一天迟早会到来 但真到了要动真格的时候 他却犹豫了 有点犯怂了 朱棣一会儿站起来 一会儿坐下去 在屋子里面来回转圈 最后说了一句话 朱棣说 民心都向着皇帝 起兵恐怕不行吧 这时 道演紧紧盯着朱棣 一字一顿地说 臣之天道 何论民心 这是天意 民心并不重要 行动吧 终于朱棣点了点头 开始秘密招兵买马 打造武器 为啥要秘密行动呢 因为建文帝早就派了一帮卧底 潜伏在朱棣身边 为了赢得时间 朱棣只好装疯卖傻 企图猛混过关 但建文帝和他身边的大臣可不傻 立刻看出了猫腻 于是下令逮捕朱棣 这下朱棣干脆也不装了 直接杀了钦差大臣 旗帜鲜明的反了 反虽然是反了 但是朱棣心里是打鼓的 他手上只有十万兵力 比起大名全国二百万兵力来讲 那只是a piece of cake 只是小菜一碟 估计是掉脑袋的机会 是远远大于成功的机会的 他只觉得自己是被 道眼和侄儿合力逼上梁山的 但每当朱棣想甩手不干的时候 道眼都会立刻跳出来给他打气 王爷别慌 您才是真命天子呢 有了这位奇僧的话做保障 朱棣的心里才稍微踏实了点 但是造反也要合理合法才行 得师出有名 所以道眼找出了这么一条 如果朝中有奸臣 皇帝密诏藩王 藩王就可以领兵讨伐 叫清君策 于是道眼就为朱棣选定即日 开了一场鼓励士气的士师大会 只见朱棣一身戎装 高大威武 站在燕王府前的高台上 把清君策士师南征 讲得铿锵有力 当时大明的首都在南京 今天的北京叫北平 所以是南征 正当朱棣讲得热血沸腾 将士们也听得入神的时候 突然间天昏地暗 呼啦啦刮来了一阵狂风 把燕王府屋顶的瓦片 推得纷纷掉落在地上 朱棣前一分钟还表现得信心满满 这一下脸就吓变了色 所有参加士师大会的将领和士兵 都和他一样 面如土色 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吉利的征兆啊 这个时候只见道眼一个剑步跨上了高台 他大声对众人说 这是吉兆啊 飞龙在天 当然是风雨相随了 屋顶的瓦片被刮下来 正好换上皇马 众将士一听 嗯好像也有点道理 我们老板真有可能是真龙天子 反正啥也别说 好好干吧 这边朱棣也才擦了擦脑门子上的汗 就这样 忐忑不安的朱棣出兵难征了 道眼因为年事已高 并没有随着大军南下 但是他早已为朱棣 准备好了锦囊妙计 在南京的建文帝很快得到了消息 心想 四叔你自个儿撞上来 就别怪我这个侄儿不客气咯 他大手一挥 大明的中央军30万人 三升号炮 立刻开拔北伐 话说朱棣敢造反 能力肯定是有的 他是当时大明的第一战神 他用奇迹收编了蒙古精锐骑兵 同时迫使自己的十七帝宁王 跟着集体造反 然后他用闪电战的策略 先后两次打垮了中央军 迫使建文帝一再换帅 就在朱棣感觉胜利之神 在向他招手的时候 他遭遇到了致命一击 公元1400年 南京方面新换的主帅圣雍 率领中央军和朱棣的军队 在山东东昌 也就是今天的辽城相遇了 两军对阵 圣雍背靠城池静静地等待朱棣发动进攻 朱棣手下的燕军骑兵快速发动了攻势 燕军的铁骑先是假装攻击圣雍的中军 等待敌人的两翼魂元中军出现薄弱的时候 铁骑在利用自己的速度优势 去攻击敌人的左翼 这一招在过去几次战役当中 朱棣屡试不爽 但是这一回朱棣发现 敌人有些不一样了 中央军的左翼步兵用盾牌相连 结成了铁桶一样的防御阵型 然后火枪手和弓弩手们 在盾牌墙的后面不停地骑射 燕军骑兵无法取得突破 反而伤亡惨重 于是朱棣率主力转攻圣雍的中军 中央军纷纷溃退 就在朱棣以为自己又要骑开得胜的时候 只见中央军阵中鼓声震天 旗帜变幻有序 刚才似乎还在不断溃退的敌军 突然向收起的渔网从四面八方向燕军压了过来 燕军大败 东昌一战 朱棣的精锐部队几乎全灭 他只带了少量的军队突围出来逃回了北平 刚回王府 朱棣就看到道远已经在等着他了 见到道远第一句话 朱棣就是苦笑着说 前途渺茫 不然我也出家 跟大师一起做和尚吧 没想到 道远盯着他的眼睛 一字一顿地说 王爷 您一定能当上皇帝 您才是真命天子 看着道远很笃定的样子 朱棣又渐渐升起了信心 于是燕军稍作修整又出征了 在之后的半年时间里 双方处于胶着状态 朱棣知道这么耗下去 自己的资源少 迟早是要完蛋的 就在他愁眉苦脸的时候 道远快马加鞭 给他送来了一条奇迹 朱棣一看乐开了花 公元1401年年底 燕军再次出征 这一回朱棣不再和中央军 做攻城夺地的较量 而是快速南下 冰封直指大明首都南京 公元1402年7月 燕军攻入南京城 但是并没有经历艰苦的围城战 因为朱棣策反的卧底 打开了城门 从那以后江山一主 建门地下落不明 我们曾经做过一期节目 叫做史上最夯皇帝失踪案 探讨建门地的下落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一步过去看看 朱棣登上地位 起初他的庙号是明太宗 但是大家更熟悉的是明成祖 或者永乐这两个名号 朱棣和朱允门之间 殊职的夺位之战 史称靖难之义 朱棣上位之后 给道远封了靖难之义 第一功臣的称号 封他做二品大员 劝他还俗 还赐给了他姚广孝 这个俗名 同时源源不断地送来了 房子 车子 银子和美女 道远还是我行我素 虽然每天也穿着朝服去上朝 但是朝会一结束就回到寺院 换回僧人的衣服 继续过他和尚的生活 房子美女退回银子 拿去赈灾祭贫 真是奇葩一朵 出家人本来应该不问世事 清静修行 但是道远怂恿朱棣造反 成功之后却名利啥都不要 历史上却是找不出第二个这样的人 而且他还勤勤恳恳地编撰了永乐大典 对 你没听错 这一部在四库全书之前 中国古代最大的分类图书集成 就是在道远的手上完成的 所以后人认为 他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古今第一奇僧 道远作为帮助燕王夺位的主要推手之一 当然有一帮卫道士对他极其不爽 骂不了皇帝还骂不了你吗 就把他贬为一旦妖僧 毕竟朱棣是输夺了职位 围围了明太祖老朱的遗愿 与儒家伦理来讲有瑕疵 而且输职之间的内战进行了大约三年 军人死亡就有数十万之多 如果加上平民的死亡 则全国上下不下百万人死于这场劫难 道远在84岁高龄时去世 被追封为荣国公 嗜好恭敬 他的神道碑名进了明成祖的庙堂 成了明朝配享太庙的一位重要文官 在燕王的夺位之路上 道远其实并非一直处于高光之下 他并不算特别活跃 但是他在几个关键的时刻 坚定了燕王的信心 并且在战略大方向上 有几次做出了关键贡献 他做的事是不多不少刚刚好 不管你认为他是一代奇人还是妖人 你都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位高人 在这轮历史巨变当中 他非常清楚自己的角色和位置 那么好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 如果您觉得咱们今天的节目 或者咱们这个频道有意思的话 就请定个月关个注 下回更新不迷路 散会 最后剪辑师小谢拍了个案 老姚大概是有宿命通 是知道过去未来的神僧吧 我先订阅你 我先订阅你 从终于欣赏市场 我先订阅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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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